在关心目前来自东台湾的最新状况 中台康瑞持续的靠近台湾 目前东部的沿海也侦测到了六里长浪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 在花莲的北冰公园 依然有民众不听劝下水冲浪 最新状况如何 联线记者林婷舟 好了 知道康瑞台风不断的逼近台湾 目前已经针对了部分地区发布了 海上以及路上台风警报 我们目前所爱位置是在花莲的北冰公园 透过左边的画面 其实可以发现 现场我们距离岸边虽然说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海浪其实是不断的拍打双岸 海浪是非常的汹涌 那这一次的中台康瑞台风 威力是不容小觑 那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东半部的海岸边 已经发布了 已经有发现有六米的长浪出现 那我们不断强调 现在的岸边非常的危险 不过我们把画面镜头一转 却可以发现现场有非常多的冲浪客 就在北冰公园这边进行 做冲浪的活动 目前虽然说气象署还没有针对花莲地区 列入警戒范围内 不过大家都知道中度台风 康瑞台风不断的是步步逼近台湾 那花莲地区不排除在中午前 就会被列入警戒范围内 那如果说这些冲浪客再来不听劝的话 海星署可以进行对这些冲浪客进行开罚 而且最高可以开罚到25万元 那目前呢 花莲地区有非常多的地区 目前是还没有降雨的趋势 不过呢 还是得提醒民众 得留意天气的变化 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近情况 把先进头交还棚内主播